在馬來西亞我們大部分的家人都會說 阿Boy 如果你沒有好好讀書喔 你長大就會像那個叔叔一樣 倒垃圾 掃地 對 在馬來西亞的家人大部分就會這樣講 欸 然後在台灣 大家都會說 小時不讀書 長大當 今天我會給你們講一個 在台灣板橋念大學的馬來西亞Boy 跟在大馬三位念大學的台灣Girl 說出馬來西亞和台灣邏輯不一樣的故事 哇嘍 這一集夠了 馬來西亞台灣不同邏輯第一 在馬來西亞我們的爸媽都叫我們 在馬路上騎腳踏車後走路的時候 都會一定要跟車子走 反方向的 這樣子你在馬路上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車子從哪裡過來 這樣子比較安全 但在台灣 我們從小到大 在台灣就是會習慣 開車也是要靠右 走路也是要靠右 搭手扶梯也是要靠右 一切都是要靠右 這樣子比較安全 欸 這個邏輯就有一點怪怪的 進 請辯論 不能下 我現在很生氣的在跟你辯論 我們在fight 如果你問我本人的話 我會覺得應該要本方向 在香港就是車會靠左人會靠右 那這樣子的話 人走過去就會在車的那邊 所以看得到對象的車過來 就反而不會危險 所以你也覺得台灣這樣的邏輯很不對 對不對 萬一我跟你說 你知道 你在馬來西亞練習的時候 是不是很多人會跟你說 要小心踢車這件事情 會會會 大家都會說他只要開過 你就會搶女包 然後搶你手機 搶你了一切 然後抓你了一切 哈哈哈哈 知道了他們知道了他們知道了 馬來西亞台灣不同邏輯 第二 在馬來西亞或者全世界 簽名就是 簽出我們自己的一個符號出來 這樣一來呢 你的簽名就很難被模仿 這個邏輯 很棒 但在台灣 簽名就是 簽上自己的姓名 What 所以只要我知道你的姓名 我就可以簽出你的簽名了耶 進 請辯論 簽名不會很容易被模仿啦 因為你可以決定 你要把它寫得很整齊的三個字 還是很潦草 還是哪裡黏在一起 然後還是這樣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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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台灣會有簽名 再加印章 國外沒有這種東西 更奇怪 還要印章 你寫出你的名字了 我看的話 你的很容易可以模仿出來 但是簽名 我簽一個這樣子的樣子出來 那如果我看過你的這樣子一個出來 我也可以模仿 只要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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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名字三個字 還是你 的一個符號 都可以模仿 你要不要試試看 我都會模仿別人啦 就你模仿 那我就寫甜度冰塊 好 甜度冰塊 欸不行 這樣大家都知道我的字不好看 好 那你模仿 這就很簡單模仿啦 很像吧 我看 這明顯是 你們自己評評理 這太明顯是兩個不同的人寫出來 就這個人看起來就是 比較有氣質 然後這個感覺就是都沒有在寫字 好我跟你講 你模仿這一個 你 大家評評你 這三個都長得不一樣 跟第三個比較像一點 可是明顯第一個是另外一個人的錢 好了你趕快模仿 這樣子這樣子 欸你是寫什麼東西啊 很難吧 很像吧 比起這個 很像啊 我先放回去 那我問你 你都已經到了那麼多國家 英國 馬來西亞都去過了 你有沒有覺得台灣的 簽名是寫名字 這件事情很不合理 可能真的很台灣 但是跟大家不一樣 不代表不對啊 這是我們的 你知道 因為你怎麼知道你名字 然後 我看了我可以跟著寫 但是 我其實畫什麼 你不懂啊 你畫什麼 別人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 要確認這兩千名 一不一樣的人也不知道 他就覺得 這兩個是看起來很像 你知道嗎 在馬來西亞對於我們來說 到了餐廳裡面 就是來消費 我們到了快餐 吃完東西就可以走了 不用自己熟 當然在台灣 就是會收回自己的盤子 OMG 這個邏輯有點奇怪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已經很久沒有回馬來西亞了 馬來西亞的想法 現在還是不是 像剛剛那個邏輯呢 還是已經變了 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一下 進 請辯論 因為在快餐店的 譬如說 麥當勞或什麼地方 服務員很忙啊 就是你只是順手 他明明旁邊 就有一個回收的區域 然後垃圾桶 放餐盤的區域 你就順手 把東西這樣一倒 然後分類 把餐盤放上去 非常順手 可是你會幫下一個人 很大一個忙 你會幫服務生 很大一個忙 你會替整個環境 帶來很好的影響 你會替這整個城市 整個國家 整個世界 怎麼這麼誇張 而且而且而且 在台灣的朋友 我覺得 有時候跟他們相處呢 收歸收的就是 薯條什麼的 把它這樣子丟 還會插桌子 還會插桌子 你真的確定馬來西亞所有人都不會收嗎 還是你也忘記了 可能我現在回去大家都收了嗎 可能在五六年大家都已經開始了 是應該要自己收的 由各位馬來西亞的朋友們 這次先不怪你啦 下次改進就好 去他頻道嗎 馬來西亞台灣邏輯不一樣 第四 在馬來西亞的私立高中 比較輕鬆 沒有法徑 沒有太多的規矩 而且是英文體制 嗯 所以其實比較貴 還是有家人會送他們的孩子 去私立高中念大 念高中 但是在台灣 私立高中 比較嚴格 學校管的比較多 付多一點錢 希望孩子可以被管多一點 欸 Jane 請辯論 我的理解應該是說 有些家長會覺得私立 你付比較多錢 然後小孩可能會得到 比較好的教育 管和嚴這件事情 可能也是家長希望 在小孩在國高中 這個階段 就是可能小孩叛逆 解說不要學壞 所以台灣的家長邏輯就是 我給你多點錢 就是希望 我的孩子可以變好一點 對啊 對啊 所以那個要看家長怎麼考量吧 因為很多 最好的高中 北一女建宗 什麼什麼 都是國立的 但是私立的比較嚴格 這個邏輯是對的嗎 對啊 因為國立的高中 可能也不能管太多吧 在馬來西亞 如果你家裡的經濟允許的話 大部分還是希望 可以到私立大學念 刻板研一下 會覺得英文比較有前途 當然在台灣 如果有辦法 就趕快拼進國立大學 因為大家都覺得 台灣的國立大學 比較good 欸 邏輯有點不一樣喔 Jane 請辯論 因為像馬來西亞有些私立大學 就會有很多課程 是你念完拿到英國的畢業證書 拿到澳洲的畢業證書 拿到哪裡的畢業證書 台灣的私立國立的大學 畢業證書出來都是台灣的畢業證書 然後其實都沒有相差到這麼多 我為什麼不去念比較便宜的 然後 台名又比較好的學校呢 我覺得在馬來西亞的大學前面 五名的 可能也是國立的 可是馬來西亞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你是什麼種族 會決定你有多少可能可以進到那間學校 你是講話講得很小心 敏感的問題 某些種族 像我們華人 我們華人 就可能比較難考進去 因為名額不多啊 在馬來西亞 我們大部分的家人都會說 阿Boy 如果你沒有好好讀書 你長大就會像那個Uncle一樣 倒垃圾 掃地 對在馬來西亞的家人 大部分就會這樣講 我覺得在台灣 倒垃圾 清豆腐 掃地的阿姨 都會滿被尊重的 然後在台灣 大家都會說 小時不讀書 長大當 你們都應該知道什麼東西吧 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趕快先留言 What 那個明明是一個很專業的工作啊 這個邏輯蠻奇怪的 Jane 請辯論 等一下喔 我想一下喔 我覺得就是馬來西亞人講話都太直白了 台灣人 不太可能講出這種話說 欸你想你不讀書以後去倒垃圾 因為倒垃圾的人也很辛苦 這會造成孩子會對某些人有偏見 那對於 以後當記者 這件事情 好啦我覺得應該是因為 台灣的新聞比較不會去報很多國際的事情啊 或者是下標題的時候 可能會下很煽動的標題啊 所以我覺得這句話 不是真心的說 記者這個職業多不好 我覺得它只是一個諷刺 但我覺得說 欸他們在做這些事情 都是有人在看覺得他們才繼續做啊 但我會看的原因是因為 我沒有把它當新聞看了 我把它當作是一個 台灣發生的有趣的事情 其實我們要大家投票 沒有要大家投誰對誰錯 就是哪一方你覺得聽起來好像比較有道理一點